对这个谢谢崇毅教授对我的批评 干了武朝了 还没有还没有把中国的民主实现 真是有点愧对父老 愧对江山 愧对历史啊 也愧对整个的世界 那我想呢 就是今天呢 我们是纪念严明傅先生 其实我跟最近一些朋友都说呢 中国现在在一个大转型的关头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些人 还在为上一个时代唱管歌的时候 其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了 那因为我自己呢 刚才这个崇毅教授也讲到说 我自己经历过几起几伏吧 就是76年一起一伏 然后呢78年底一起 然后到了81年中一伏 然后到了89年一起又一伏 然后现在又在第四起的过程中 这个过程中 我是见过几次波涛兄 也见过潮起潮退 我是觉得呢 我们线就是 我记得子明吧 在十年前 十多年前 想搞一次纪念四五的活动 十个人都找不到 当时的百万人运动 那就说潮退之后呢 新的大潮来 其实旧的这个人呢 很多人实际上就都退出去了 我在昨天悼念小波的会上 我也讲一个观点 我说呢 我们都在悼念小波 小波是普世价值的一个代表 但是普世价值在具体在哪个国家 在哪个时期落地啊 实际上他的运动方式 就实践的方式和实践的人群 以及他们实践的文化 还有那种具体政治博弈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宜于把小波固定在某一种 就是时期某一个时期的具体 这个情境中固定的太固定 太固定我就举个例子 当年就康有为 康有为当时是中国学界 思想界和政界的巨人 当时独领风骚 在三个领域中 那最后他到后来到 他民国初年 就给康广人遣坟那些六君子 就就持几个前卿的 一老一少给了送行之外的话 就整个这个时代 我也讲 我说其实呢 吉尚诺尔本奖 也不能保证小波 他所代表的普世价 小波作为普世价 这个象征会在未来的 这种大潮和大国中间 能够落地 就是小波的普世价 怎么落地 是有待于我们这一些 认同小波的人 在未来还要做什么 今天我们悼念 闫敏夫先生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说 我对闫先生的兴趣 实际上是跟这个 跟格阳啊 跟宾宴啊 跟何家栋啊 跟这些人的先生 是一样跟曲良英啊 他们这些人 比较有特点的在于说 他们实际上是在民国时期呢 当四十年代末 那场决定中国命运 大决战展开的时候 他们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 就是站在共产党这边 然后我也讲过几次观点 反右实际上是反左 真正在四十年代末 决定中国命运 那场大决战中 右派不是在正反时候 被镇压了 就是跟着国民党 跑到海外去了 只有少数几个人 还在国内能残存 那就是能够不受冲击的 那这个实际上 当年的那些 跟着共产党走的左派呢 当时想让共产党 兑现他们诺言的时候 共产党一巴掌把他们给打下去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我觉得 当然严民富先生 还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人 而是这个 但是中间他们很多人 包括何家栋先生 许良英先生 还有像刘彬先生 他们都属于这样的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怎么来看待 就是当年曾经在共产党队伍中 待过的人 其实今天这个在民运的中间呢 当要发生转型的时候呢 这一场的讨论 我觉得或时或少 会出了一个风暴 会到来 独立好这一类的关系呢 才能让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 我纳命有句话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其实我觉得 不光是在共产党的 其实在将来的未来 在中国一场新的政治转型 发生的时候 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 或者民主运动 也会有一个转型 这个转型从政治文化 到领军人物 到组织结构 到它的活动方式 移到这个主导性的 正义感的情绪 以及对是非的判断 对底线的这种判断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是反正一直在提醒 我当年的 我们一起从 自古从民主强出发的 这些统道 我们还从八九年统道 要一定 就是要 要在抓住历史的机遇的时候 让不要掉队 更不要成为 我有时候也是说句 就是调侃的话 看历史 就是有时候 你要让自己能够幽默一点 就是说 其实革命派真正起步的时候 不是拿反动派机器 是杀改良派机器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决心 然后适时出发 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们当年的这样 我觉得都面临了一个 那其实 严明夫先生 还有何阳女士 还有像兵燕 还有何嘉栋 他们给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新的转型到来的时候 当民间的正义感 要对旧的体制进行 特地决裂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待 怎么去看待 这些旧的体制中 可以分化出来的 或者在旧的体制中间 本来就是被打压的 这样的一些 具有民主自由思想 或者咱们说白了 共产党内的反对派 改革派和民主派 要不要跟他们 进行什么样的合作 怎样看待他们在 未来转型中的作用 在1989年时候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 倒还不是个问题 就学生呢 还有当时的知识界呀什么 我相信魏京先生 在监狱的时候呢 就是最激进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民运派的人士呢 都会认同 闫民福先生 就在情感上 会认同他 而且在政治道德上 也会肯定他 这应该没有问题 从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些人对闫民福先生 好像对民运中的一些 就是革命派 对何李飞是有批评 但是对闫民福先生 对赵紫阳先生 还是没有太多这种指责 就说 但是呢 这个问题啊 将来会提到 正好我上来 正好听到这个 崇毅教授和建平律师呢 你们正好在讨论 宪政的问题 其实宪政的建立呢 和民主革命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宪政很大程度上 它是来自于 这个是来自于就是 这些在一些 不是体制里和体制外的区分 它是来自于需要用规则 规范最高权力 规范国家政治活动 规范政治决策 规范利益分配的 这样一些大的决策 要在这方面呢 要一些规则 宪政的起步本身 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 宪布是一个眼睛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清末也罢 民国也罢 都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呢 这个建平律师讲到了民国乱 乱不是宪政的问题 是他这个 就是这个亨廷顿 在变革社会的政治局所讲过 国家的这个政治发展 实际上是有两个维度的 一个维度就是国家政权 就是公权力本身 是不是宪政化和民主化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宪政化和民主化的公权力 或者一个独裁威权的公权力 它对社会的控制 就是它有效治理 有效控制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那么当然了 这两个话题 可以是相互关联的 你采取什么样的宪政结构 你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 那么这个就可能会对社会的 这种有效治理的这个范围 和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胡锦刀开始呢 共产党就提出一个 要这个要强化执政能力的问题 那这个要改善治理 要什么 要治理模式 要现代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将来呢 我们在新的大波 到了我们也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转型 这个问题其实要是跟转型 争议结合起来的话 他还有个就怎么对待旧制度中间 在旧制度的中间 旧的政权中间 犯过一些罪行 就是在我们这些 就我们就按自己价值标准来说 就是犯过罪行的这样一些人 但是他当时愿意接受 转型愿意接受 这个问题是在前段 民间争论的很激烈 也有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待 就是一些已经从旧的 这个势力中分化出来的 身上还带有很多旧势力的这种习气 这种文化的人 我当时在这个 因为大家也知道呢 这么多年 我一直坚持民间运动的这个立场 我是不往体制力走 其实要说的话 现在共产党这帮人 谁也没我自力道 共产党十大时候 我是主席团成员 我还作为一天执行主席呢 这个我都原来我没跟人说过 但是就是那个胡锦涛和这个李克强 都在十三大 在共产党十一大 比我晚五年才进去过 就是但是我坚持 但是我们就一直坚持民间运动 当时我进去也是因为四股运动 这个民间运动立场呢 当把宝给弄进去了 后来呢我就我们 我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我就不交团呗 就自助国团了 那我讲这个意思就说 其实因为我在体制里体制外都呆过 所以我知道 就是庙堂之上有花心和尚 江湖之上有菩萨心肠 其实我民间中也有很多人 具有专制的色彩和习气 刚才冯一教授还批评我 今天在这个讨论会上 我一开始亮相 就是一个专制独裁者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来亮相的 要打完会议的这个议程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 这个议程是什么 我这个上来吧上完了 这个不过我 我是诚恳接受 冯一教授的批评了 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做姿态 还是要做足的 不管心里同意不同意 对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说呢 我觉得严明傅先生 还有其实这 当时那些人就是 很多人批评呢 说八十年来 你们在搞医术 好像你们对共产党 面目看得不清 其实你经历那个时代 就知道了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制度上的事情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也坚持民言运动 可是确实 共产党里有很大的攻击 严明傅一向在 1980年民主运动中 几乎所有的部委啊 我现在可能还找不出 没有上街的部委 他们就公开打着 各个部委的旗帜上街 而且主要的党政军的干部 其实他们都是同学生运动 也就是说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苏东国家转型 也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 除了1980年中共军队之外 在邓小平里面 向中国的学生开枪了 所有的军队 在国家在发生 大的民主转型中 都是支持了党内放弃 共产党的执政权的这种人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共产党的军队 在80年代 过90年代初的那场 整个苏东社会主义 这些垮台时候 都是采与这个态度 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政治学嘛 就是政治学的研究 首先是政华研究 那注意到这些问题 我就想说呢 其实对于 闫敷先生的纪念本身呢 这个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探讨一些 他所提出的问题 以及我们未来的 可能的政治盟友 还有我们在转型正义中 需要注意的策略问题 这些呢 可能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现在没有结论 我不是没有结论 因为展开结论就太长了 我今天只是在这里 把问题呢 跟大家提出来 非常感谢呢 闫敬先生呢 还有感谢这样一批 在40年代末呢 跟着共产党跑的这些 后来呢 又被固 在共产党 毛泽东要建立 独裁和专制的时候 和邓小平在 八九年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开始呢 站在了民间运动立场上 哪怕是短暂的 这样的一些人 为我们 这个提供了一个 思考问题的角度 也为我们未来的 行动策略 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好了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崇毅教授 这个谢谢你了啊 谢谢你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